大家好,我是刮牛哥 这个特殊奖励我们全部拿到手了 我们还把杰德的那一个胶囊跟他拿到手 哇,把这个雷欧给他削傻了啊 不停地在削他 哇,这最后终结的这一刀非常帅啊 这个特殊奖励拿了就没必要再打了 然后我们把杂姬,吉尔贝利亚和杰盾不用换装备 能打败他就打败他啊 需要换装备我们就不操作了 浪费时间 然后我们去把杰德的宝箱跟他拿到手 走,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主力英雄打这些好的 无限赛罗 普通攻击,普通攻击都捶了他受不了 好的,他太无敌圈了啊 走走走,我们出来就行了啊 出来就行了 来 定住,普通攻击 一个二技能加速 闪到身后 组合拳带走 带不走 八重破坏光线 他跑了 他居然跑了,我的天 来 空中跳劈斩 带走 打得这么慢的原因是没穿装备啊 朋友们 不是无限赛罗这么弱 是他没穿装备 万年龄 万年龄冲了三千 就再也不想冲了 三千正好V7啊,朋友们 这雷杰多没穿装备 打不打得过呀 应该打得过吧 雷杰多除了恶梦魔王兽 难打以外 其他的还是OK的啊 朋友们 有朋友问 为什么他的六星进阶卷 不能升级传说和魔王 那设定就是这样啊 朋友 传说的 传说和魔王的角色 是不能用升星卷的 小袜子 带走 小袜子也没把他带走 哎 OK 雷杰多成功完成击杀 好的 这个炸鸡 我们就把他的宝箱 全部拿到手了 这一个还有没谁呢 太佳 太佳 和这一个平民英雄 八坦系呢 又可以打了 打两次 他好像只能打一次了 那种平民英雄 正好去打杰盾 直接秒 不废话 没有废话 来 一个分身 一个世界能 能不能带走 他无敌了吗 居然没把他带走 走 走你 世界能 救救 免疫啦 刚才居然 OK 这里 还能打一次 还能打一次 这些都没装备了呀 随便选三个60多级的吧 看一下能不能行啊 让他们自动战斗 没有装备啊 看一下三个人 能不能打赢一个啊 来看一下三个人 能不能打赢一个 朋友们 这一波火车 把这个截盾 跟他搞傻了呀 很强 泰塔斯 没有装备呀 我的天 猛呀 这泰塔斯 大家也可以发展一下啊 挂了个没有强行去练他 我感觉这个英雄 有可能成为平民英雄 龙之一 我感觉他还是挺强的 控制技能也有 无敌技能也有啊 还有一个非常搞笑的二技能 大家也可以弄一弄他啊 我感觉还行 还能打吗 不能打了 那么这一期视频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支持观点核 帮忙多多点赞 同下期视频 我们再见 拜拜